別忘了,我們下個星期四有考試,這個考試非常難,所以你們應該今天開始學習。 好,好,謝謝。 我還有很多時間。 不,下個星期四,我有文章和考試。 嘿,我跟一些朋友會一起踢足球,你要跟我們一起玩嗎? 當然,當然可以啊,晚一點吧,文章寫完了。 對呀,不要寫作業。 好。 這兩個朋友去了The Quad踢足球踢了好幾個小時,他們晚上九點鐘才回宿舍。 哇,足球真的很好玩。 對呀。 而且那些女生真的很可愛。 對呀。 但是他們驚覺了太過分了。 真的嗎? 那就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哦,我肚子餓了。 你呢? 我也快餓死了。 你也算食品。 拉麵。 義大利紙麵。 啊,你想換嗎? 當然。 好吃。 欸,朋友。 嗯,怎麼? 你要跟我玩電腦吧? 嗯,可以。呃,十分鐘。 好棒,好棒。 對,才能十分鐘,因為不要趕快寫完我的文章。 我贏了。 我贏了。 啊,我輸了再一次。 再一次,好不好? 好。 九個小時以後。 九個小時以後。 哦,哎呀。 已經早上六點。 真的嗎? 我們應該要先去休息吧。 我同意。 好累。 他們都好累。 但是,他們七點半都遊客。 得到。 謝謝。 鐵揚。 好。 已經七點半了。 七點八了? 我吃到了。 我也吃到了。 好,大家,你們應該記得,我們的課只有一千分 這個文章有五百分,所以這個文章非常重要 所以寫好的好不好? 好,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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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下午,這個學生和他的室友會宿舍 誒,你好,上課怎麼樣? 很無聊,他從來沒有講過重要的事情 上課一直就是這樣 誒,我現在要去打美式足球,你要跟我一起玩嗎? 當然,當然,飯馬過來 好棒 星期六,我還沒開始寫我的文章 也還沒開始複習我的考試 朋友,我有一個好主意 四個字,課場之旅 應該很好玩,跟我一起去吧 跟我一起去吧 回來 現在 開始寫我的文章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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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我們先迷路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幾乎被山師吃掉了 然後 看到了好幾個漂亮的女生 真的是最厲害的課場之旅 我同意有好多很好的故事 對呀 然後 再三十分鐘我的課開始了 睡覺比較重要 對 對 我也會睡覺 今天是星期一 但是這個學生還沒開始寫他的文章 也還沒複習 閉嘴 OK 大家好 你們應該好好注意 我們今天回複習我會告訴你們你們應該知道什麼 因為我們星期四有考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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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寫了五分鐘 我肚子餓了 你想去Bedos嗎 當然要去Bedos 太棒了 我會開車 這兩個學生都會失敗 閉嘴 拜託 我們不會失敗 Rocker不撐傘 Rapper不上班 為了代表夜貓族 所以不吃早餐 我們不吃早餐 黑啊黑啊 黑啊黑啊 天亮了菜說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睡啦 Rocker不撐傘 Rapper不上班 為了代表夜貓族 所以不吃早餐 我們不吃早餐 黑啊黑啊 黑啊黑啊 天亮了菜說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到底吃早餐和Rock'n'Roll 有什麼關係 我想破了頭 卻想不出有什麼端倪 所以 所以 我決定宣布一件事 那就是不吃早餐 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不吃早餐 我就是不吃早餐 怎麼可能記得來了 瞌睡衝在搗亂 Oh 搞不好的根本還沒有睡覺 台北的早上沒有一直 攻擊他會叫 不吃早餐 我就是超Hip-Hop 有時會吃早餐 因為當天是醉超級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好你們都有吃早餐 別的裝傻 已經早上三點 應該要去 開始 把我的文章寫完了 把我的文章寫完了 去寫完了 我好累 啊 我好累 謝謝你 謝謝你 今天沒有課 今天沒有課 7點沒有課太多了 為什麼不應該考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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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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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